喜云告诉你 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成功之后 许多姐妹就要进入孕妈妈的状态了 突然转换了身份有点激动地睡不着 别激动 对于漫长的妊娠期来说 睡不着的日子还在后头 平时我们晚上躺在舒适的床上 本着怎么舒服怎么来的原则 睡自是千字百态 可能是趴着睡 侧着睡 蜷缩着睡 对于普通人来说 随便哪种睡法并无大碍 那么 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移植后该怎么睡 专家认为 在接受胚胎移植术后 没有必要卧床休息 只要患者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 可立即离开生殖中心 有的患者害怕胚胎滑落 移植手术后 自己在床上躺一两个星期 这不仅没有必要 而且还有害 专家提醒 胚胎移植后长时间地卧床休息 至少有三大弊端 第一 长时间的卧床静养所带来的心理负担 不利于胚胎着床 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 治疗前的心理状态 对治疗结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心理支持对提高 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成功率 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很多不孕患者求医多年 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都会加重 如果长时间处于应激状态下 会导致患者焦虑 紧张 神经内分泌调节失常 最终也会影响妊娠结局 而研究显示 移植后长时间卧床休息 会限制日常的活动 影响工作及加重心理负担 导致患者紧张不安 最终反而会影响妊娠结局 第二 长时间卧床会影响 宫腔血液灌注 研究表明 胚胎移植后 卧床休息时间过长 不利于子宫血液循环 影响宫腔血液灌注 进而可能影响胚胎的灼疮 而且 移植后长时间卧床 以及强迫性养卧体位 会造成患者背部肌肉疲劳过度 会导致患者不舒适感明显 如腰酸 头晕等 第三 容易增加尿路感染 便秘发生率 容易引发下肢静脉栓色 专家分析说 患者因为卧床休息 膀胱充婴也不愿意起床 容易导致膀胱收缩无力 造成尿珠瘤 同时也会导致肠颅动减慢 因此 长时间卧床 泌尿系感染及便秘的发生率会增加 而且还有可能引发下肢静脉栓色 专家提醒 胚胎移植后只需避免剧烈运动即可 胚胎与子宫内膜的关系 就好比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专家提醒 胚胎要成功着床 优良的胚胎和准备充分的子宫内膜环境 缺一不可 胚胎移植后卧床休息 对改善子宫内膜环境并无作用 但对于正处于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周期的 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妈妈们 在睡觉的时候可不能这么随意哦 那么该采用哪种睡姿较为合适呢 以下详细介绍 妊娠早期一到三个月随意子宫扔在盆腔内 外力直接压迫或自身压迫都不会很重 因此不必过分强调睡眠姿势 但应改变以往的不良睡姿 如趴着睡或搂抱一些东西睡觉的 可以随意采用舒适的体位 仰卧位 侧卧位均可 妊娠中期4到7个月 侧卧或养卧 这段时间需要注意保护腰腹部 避免外力的直接作用 如果孕妇养水过多或者双胎妊娠 就要采取侧卧睡姿 这样会感觉舒服些 其他睡姿会产生压迫感 如果感觉下肢沉重 可采取仰卧位 下肢用松软的枕头烧抬高 妊娠晚期8到10个月左侧卧位 这个时期的睡姿十分重要 应该采取左侧卧位 因为下腔静脉的位置 正好处于腹腔脊椎的右侧 如果向右侧卧 膨大的子宫不但会压迫下腔静脉 而且子宫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向右旋转 血管收到牵连 从而影响胎儿的正常血液供应 左侧卧位可以纠正增大子宫的右血 能减轻子宫对下腔静脉的压迫 改善血液循环 增加对胎儿的供血量 有利于胎儿的生长发育 这个时期不宜养卧 养卧是巨大的子宫 也会压迫到下腔静脉 会使回心血量及心输出量减少 而出现低血压 头晕心慌 恶心等症状 习运小编说 不同时期的美国哈萨克斯坦 试管婴儿们 你们的睡姿对吗 不对的话赶紧起来重睡 我们的这些姿势 可是帮你在孕期更好吗 宝宝也会发育得更健康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